我们看到呢 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在这个峰会上被禁言 那么他自己呢 表现出的是满不在乎 甚至呢 还进行了所谓的这种强势的回应 莫里森声称呢 澳大利亚要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那么在这样的一次会议上不发言 并不是澳大利亚所关注的 首先呢 从这种态度中呢 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呢 对于气候变化问题 态度是十分不端正的 那对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来说呢 现在呢 把这个更多的目标聚焦于短期的经济的发展 甚至呢 在这个燃油的方面呢 都没有非常这个严格的 或者是这个有效的来进行标准的规定等等 那么这一系列的举动呢 让很多国家感觉到不可置信 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呢 也变得特立独行 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呢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 澳大利亚所关注的所谓的国家利益 也是一种短期的利益 其实大家都知道 气候变化问题涉及到的是全人类的未来 是世界的未来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呢 能够独善其身 能够孤立在气候变化之外 所以澳大利亚所谓的这个国家利益 仅仅是一些短期的 尤其是一些政治上的利益 而并不涉及到澳大利亚的长远的发展 不涉及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这样的一种狭隘的视角 这样的一种满不在乎 肯定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的反对 那么莫里森的这一番的发言呢 其实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 一些国家呢 在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上 确实是没有担当 这是未来呢 国际社会在形成合力的过程中 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要让更多的国家呢 在减排的方面 能够更加积极主动 而且呢 是要有责任和担当 那么同样呢 对于澳大利亚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可以说呢 也不仅仅涉及到的是 这个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策 其实近期我们会看到呢 不管是澳军在阿富汗的暴行 等一系列的问题 还是呢 对中国不断的恶意指责 甚至倒打一耙的这样的动作 都反映出呢 这个国家呢 恐怕在处理国际关系 来这个摆正自己位置的方面 有一些这个从目前来看 非常不端正的认知 有一些这种错误的想法 甚至呢 在这个政策上 跑偏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对于这样的现象呢 国际社会也必然会更加关注 不希望呢 任何一个国家 为了自己的私利 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甚至呢 这个拖累全球 像气候变化这样 应对这样的非常重要的进程 我要做事实用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